6月22日 据台媒报道 炎亚伦威胁恐慌 或将被判重刑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 邱耀乐发文控诉炎亚伦 种种不当行为 在未经同一情况下 偷拍视频 后来视频意外泄露 对邱耀乐造成了很大困扰 一度想不开 还休学了 结果炎亚伦只得了几万台币 生活会打发 他威胁期再爆料的话 就会找黑道来解解 事件发酵后 邱耀乐开记者会 没想到炎亚伦突然现身 并向他道歉 不过邱耀乐并不接受 直言之前不道歉 现在道歉 很明显诚意不够 据台媒透露 炎亚伦所有代言已被取消 金客也遭下架 时代杰出青年被取消 手上的工作基本已经停止 还将面临巨额赔偿 据台媒警方透露 炎亚伦违反为成年人意愿拍下影片 警方已经搜集相关证据 将依法侦办 此前 邱耀乐透露 自己受到威胁 如果再爆料的话 炎亚伦会请推到处理 受罪并罚或背叛重刑 如今炎亚伦人设彻底崩塌 对子 你怎么看呢